大家好,我是小迪同学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的主力NAS呢 被勒索病毒攻击或者爆破过好多次 即便做好了安全加固 有时候也是防不胜防 最重要的还是得做好备份 所以一直以来NAS的数据备份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首要问题 为了满足321的数据备份原则 我需要另外一台便携的轻NAS 这个NAS呢要满足小巧 对电源要求不高 方便携带、省电 然后还能兼容多文件系统的格式 最好还能支持无线连接 就是尽可能的功能多吧 那看了市面上很多产品 要么是太大功能不够 要么就是太贵 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个NAS 叫时光雾 这个呢就是它的官网 这个时光雾呢 它虽然也有缺点了 但是基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 因为便宜嘛 这是时光雾的尺寸 大概是不超过一本书的大小 打开外壳之后 里面可以安装一块SET硬盘 最大支持20TB 主要的空间呢也是被这块硬盘占据 那系统配置方面呢 处理器它是采用的瑞新V的3566 ARM4核CPU 然后GPU是没有G52 然后还有一个ETOPS算力的NPU 然后2G的DDR4内存 星光版呢是带了一个128G的EMMC闪存 然后呢在这个活动期满了之后呢 这个闪存就可以开放出来 然后用户来使用 作为存储来使用 时光雾它这个主机的接口呢 和指示灯 主要集中在正面和侧面 正面呢是有一个电源按钮 还有电源系统网络硬盘 四个指示灯 电源按钮的长按时关机 短按时重启 指示灯的长亮闪烁 不同颜色所代表的状态 也是不同的 所以呢这个指示灯 它能指示很多功能 它指示的维度是很高的 不只是亮一下提示一下 那么简单 那这个指示灯 它的亮度呢还是挺高的 晚上还是有点刺眼的 可能会影响睡觉 不过呢这个APP 还有这个PC的客户端 都是可以方便的 关掉这个指示灯的 那短边的一次呢是接口 接口呢包括HDMI2.0 USB3.0 然后SD卡 还有千兆网口跟Type-C供电口 USB接口可以外接U盘 移动硬盘 手机等等设备 常见的这些文件系统格式呢 都是可以支持的 插上就可以使用 不需要什么格式化呀 其他额外的操作 方便备份 使用的时候呢 即使主机内部不接硬盘 只接了USB的外置硬盘 那么也是可以启动系统来体验的 SD卡的接口呢是全尺寸的 在外面拍照啊 摄影啊 相机存储卡满了 插上去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备份了 网口呢是全尺寸的千兆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基本可以满足在这个配置下的 所有的数据传输需求了 供电呢使用的是Type-C接口 电压呢是使用的宽幅电压 100到240V都是可以的 然后是12V2.5A的 可以共用其他设备的充电器 不用再额外带充电器的 方便外出使用 然后另外的短边的椅侧呢 没有接口 但是呢打开盒子 从内部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一个WiFi天线的 WiFi呢是双屏WiFi 并且呢还支持蓝牙4.2 可以有更多的玩法 除了主机 配件方面呢包括一根溜列网线 说明书 贴纸 因为主机的盖子是卡扣固定的 手动比较难打开 所以呢还有一个拨片用于打开主机的盖子 来安装硬盘 以后这个可以改一下 改成滑盖式的 那打开就方便多了 首次使用时 接上电源和网络 网络可以使用有线或者WiFi 我们就以有线为例 然后呢到这个官网 下载客户端 客户端基本支持全面形态 包括安卓OS Windows MacOS 还有TV的客户端 使用体验呢都还不错 比较丝滑 那PC端和手机端呢都可以进行注册绑定 以及初始化配置 那我们就以手机端为例 安装好之后打开APP 首先需要注册账号 账号支持邮箱注册 这点要给个好评 那我这边还是使用手机号来注册 注册完成后登录 然后开始进行设备绑定 反正设备的时候呢 需要扫描机身背面贴纸上的二维码 那如果你的HDMI接口也接了显示器 那显示器上也会显示二维码 也可以扫那个二维码 接着会弹出云盘初始化的界面 如果硬盘的文件系统不是XT4格式 那需要对接入的硬盘进行格式化 如果已经试了的话 就会直接跳过格式化的步骤 我插入的这块硬盘的文件系统呢 是NTFS格式 首先格式化 然后选择分区 接着升级固件 最后选择是否安装星光计划 那我们都选择不安装 到这里初始化的配置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APP端的功能 首页部分可以选择添加设备 查看网络信息 配置无限 查看系统的通知 然后查看硬盘的状态 查看系统的这个所有的用户 邀请用户 像这个文档 它是包括这个office的类型 还有文本 然后视频 可以播放视频文件 播放的时候呢 可以选择通过HDMI播放 那么显示器上就会直接播放了 可以调整字幕和音轨 那如果你把这个时光物 接到显示器放在家里面 然后你去外面呢 可以远程来控制它播放视频 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呢 不会操作的人来远程播放 然后图库 还有音乐 备份里可以设置相册备份 微信备份和通讯录的备份 下载里可以进行链接和种子的 离线下载 后端采用的是Area2 那可以手动呢 添加这个BT服务器的这个地址 可以加快这个下载速度 然后分享里面呢 可以设置亲友分享 也就是时光物内的这个用户的文件共享 工具里呢 可以查看HTTP的这个直链的分享的这个历史 然后可以取消分享 然后文件查诚 可以对这个系统里面的文件进行查诚 然后还可以智能选择 一键删除 一键清理 然后还有这个格式化分区 对硬盘进行格式化 然后开启SMB SMB的匿名访问和密码访问 然后SMB的这个重启 还可以设置这个WebDV 系统内置了这个WebDV的服务 我们只要设置个密码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远程协助呢 开启之后 时光物官方的这个技术人员呢 就可以远程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时光物设备 然后进行远程排帐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IP配置啊 设备的重启关机等等操作 然后还可以进行百度网盘的上传下载操作 首次使用呢 需要登录一下百度账号 那我们待会在PC端上再进行操作 然后云盘部分呢 可以直接访问硬盘里面的内容 然后公共空间 加密空间 以及私人空间里的文件 那我的部分呢 可以关闭设备的指示灯 然后配置网络 云盘信息 修改密码等 APP端的功能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PC端的功能呢 要更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已经绑定过 所以PC端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点击登录 然后如果是只有一个云盘的话 它会自动连接 我们先放大 好 首先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云盘 点击云盘信息 是跟左边的这个云盘信息的功能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这边的左边是显示你的这个云盘的名字 点击这个边际呢 可以修改这个云盘的名字 我们改成小迪 然后下面是这个 时光物它的这个网络 我们现在是有线网络 然后点击设置 然后刷新 再刷新 好 应该是要选一下无线的 先选择无线 再点击设置 好 这边就有无线网了 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设置无线网 那我们就先 就先用有线吧 然后这边是硬盘的状态 包括硬盘的这个容量啊 型号 序号 文件类型 还有温度和尺寸 在右边呢是这个内存 现在是两G的可用的这个内存 然后CPU是RK3566的四核 CPU 然后云盘用户呢 现在是只有一个用户 是管理员的角色 然后固件版本 它会自动更新 你可以设置它检查更新的这个时间 然后网络类型 它会检测一下网络类型 这边TCP呢 是这个全锥型的 UDP呢 是这个端口限制型的 这个呢其实没什么用啊 这个就是如果你开启了星光计划 这个是需要看一下 它会影响你的收益 然后重启以后关机 这个就不需要说了 然后云盘只是灯 现在是关闭的 手机上呢 APP端也可以设置 这边也可以设置 直接点击一下 然后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关掉 这个灯呢 平常我建议是关掉的 因为它晚上还是挺亮的 然后这个就是云盘信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头像这边有一个个人中心 这个跟左边的这个用户设置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一下看一下 左边呢 是我们这个用户的信息 我们点编辑 可以修改用户的名字 然后点击这个头像 可以上传一个图片 然后账号 手机 邮箱 跟注册时间 然后我的云盘 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可以修改一下云盘的名字 连接设置 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刚才登录的时候呢 只有一个云盘 它就自动连接了 那如果你这一个软件 一个时光物 我们这个后端里面 绑定了多个云盘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要么是手动选择 要么是指定用哪个登录 要么是选择上次登录的那个设备 就可以在这边 选择摸认登录的设备了 后边呢 就是官方的一些用户协议啊 这个版馈啊 日志手册等等 上面呢 是绑定的这个手机号 邮箱这些 然后更改密码 然后上面这个内网 这边呢 它会自动检测 你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络的类型 如果你是在外网访问的 公网访问的 它就会显示是公网或者内网 我们现在是在内网访问的 它就会显示内网 然后这边下面会有 我们这个内网的IP 跟公网的这个IP 然后是通知 然后这边是更改 这个客户端的这个放大的这个比例 下面呢 是云盘管理 云盘服务里面呢 我们可以开启这个SMB服务 可以重启它 然后设置它的账号 是 如果是账号设置呢 就是设置一个密码 然后就可以用密码访问了 然后密码访问呢 就是用GAS的用户来访问的 然后远程协助 这个刚才我们在手机上也看到了 就点击开启 然后官方就可以远程访问到 帮助排除故障了 然后webdv这边呢 跟SMB也是一样的 设置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挂载到这个 Windows这个网络硬盘里面了 我们假如说随便设置一个 呃 8个S 然后生效 然后开启 然后生效 好 那它就是 5005这个端口 我们就可以来访问它 然后访问它里面的文件了 然后扩展服务里面 有定时任务 刺盘管理 还有时光相册 跟ATTP文件分享 时光相册呢 开启之后呢 在文军盘里面 刚才我们在手机上 也看到过那个相册里面 那个时间线 那个才会有 如果不开 那个就不能用 刺盘管理呢 是支持刺盘的 这个健康检测 在左边这边 这个刺盘检测里面 如果不开 这个刺盘检测 就用不了的 定时任务呢 呃 我们在用这个备份呢 呃 还有一些功能的时候 需要用到定时 不开的话 那些功能就用不了 然后HTTP文件分享呢 这个是 呃 在用于这个直链分享的时候 它需要用到这个功能 如果不开 那个直链分享 是用不了的 好 然后这个运行状态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这个硬盘的使用率 内存网络等等 它的使用率 然后有这个图表显示 刺盘检测呢 就是刚才那个功能要开 这边才能用 这边显示硬盘的这个Smart 这些关键属性 还有通电 通通电的这个时长次数 健康状态 还有这个温度 这些信息 然后刀客存储占用的这个空间 然后定时任务 这边呢 默认是有一个定时重启的这个功能 这功能也是依靠于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定时任务那个功能的 它默认系统默认是添加了一个定时重启的这个任务 必须要先把这个定时任务打开才可以 好 这是首页的这些信息 然后我们是看一下云盘的这个信息 云盘呢 分为这个 这个几个空间 个人空间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文件 公共空间呢 是所有用户都可以看到的这个文件 加密空间呢 这里面的文件呢 会被用加密算法给加密 然后加密之后呢 文件的后缀呢 是这个后缀 然后读取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先解密才能读取 这个比较机密的文件放在里面会好一点 然后常用的文件不建议放在里面 因为加密和解密都比较费时间 稍微麻烦一点 然后私人空间呢 这里面的数据没有被加密 但是呢 访问的时候呢 需要输入一下设定的这个密码 然后外部设备呢 就是我们这个时光物这个设备上面 它插了这个内存卡 或者这个USB上面接的设备 会在这边显示 那现在没有接 那我现在接个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现在接了一个移动硬盘 我们刷新一看一下 好 这个硬盘是ETB的存储 然后有三个硬盘 我们点击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 返回 可以看到其他盘的文件 好 不用之后呢 可以弹出 好 那这边就是云盘里面的这个功能 我们再看一下分享 时光物这边呢 是有三种分享 亲友分享 HTP分享 还有这个时光分享 我们刚才在手机上面呢 只看到了亲友分享和 HTP分享 因为这个时光分享的在手机上 现在是还不支持的 亲友分享呢 其实相当于是这个用户分享 就是我们现在里面 这个时光物里面创建的这个用户啊 我们亲友分享的就是 可以直接把这个文件分享给这个用户 不需要网络传输 因为都是用户都在这台设备上的 你分享给他了 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文件的权限给他了 他不需要传输 只是把让他查看读戏的这个权限 给他他就可以看到了 然后我们创建分享 输入要分享文件夹的名字 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比如说随便输入一个1 确定 好 这个就分享给那个用户了 不要的话就删除掉 然后HTP分享呢 这个分享呢 在这边是创建不了了 在云盘里面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文件 然后点击分享 HTP分享 然后可以设置这个天数和密码 跟百度网盘是 那个是差不多的 然后生成链接 然后这个链接呢 任何人就都可以访问了 只要知道这个链接 就都可以访问 然后查看这个文件 下载这个文件了 然后在这个分享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个文件 然后可以取消分享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光分享 时光分享它的创建呢 也是在云盘里面 选择文件右键 然后分享时光物分享 然后生成链接 然后就是这个 以N1 Cloud开头的这个链接 那我们看到 它是以N1 Cloud开头了 那我们就知道 它是只有时光物才能打开的 别人是打不开的 然后如果别人给你分享了 这个时光物分享的这个链接 你可以在这边去添加 把别人分享你 给你的这个链接呢 粘切在这 然后分享到电脑呢 这个下载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脑 然后保存它就会下载到电脑 如果是分享到云盘 那么添加任务之后呢 它的这个下载位置呢 是云盘里面 就是直接下载到云盘了 那总的来说 这个分享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个是在时光物内分享 这个分享呢 不需要去下载 本质上就是给了一个权限 然后HTTP分享的是 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到 只要我生成一个链接 只要能上网的人 他都可以看到这个 都能访问这个链接 看到这个文件 下载这个文件 时光分享呢 也是只有时光物才能用的 但是呢 它可以不是在一台设备里面 亲友分享 它是只能在你这台设备里面 时光分享是 只要使用时光物的人 它可以是不同设备 都可以用这个来分享 那这是它的这个分享的功能 然后传输 这边呢 有系统的这个基本的任务 然后上传的任务 还有下载的任务 我们看一下备份任务 备份里面呢 有电脑端备份跟磁盘间备份 电脑端备份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我们本机的 本机的这个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这个纸片 选择 然后保存到云盘的哪个文件夹 然后就可以创建这个任务 它就会启动这个备份了 是单向的 是从本地电脑到这个时光物上 然后磁盘间备份呢 是在这个时光物里面 不同硬盘之间备份的 我们新建备份 然后备份目录呢 这个是它也是单向的嘛 是从备份目录到这个保存地址的 备份目录呢 是我们的圆的目录 要备份的那些文件 然后保存地址呢 是这个要保存到位置这个路径 选择之后呢 可以选择定时 什么时候来备份 然后创建就行了 那这个定时呢 也是基于刚才我们那个设置里面 要启用那个定时任务的功能 只要是定时的功能 都需要用到那个定时任务 那个不开 将关的功能都用不了 然后这是这个传输 然后下载 下载里面呢 有一个离线下载的功能 刚才我们在手机上也看到了 它是基于这个Area2的 然后我们添加一个任务 然后它可以设置这个UIL 还有种子 种子 本地和运盘的种子都可以 然后下载位置 然后下载设置里面呢 可以更改这个保存的这个空 保存的这个位置 限速 然后这个并发 这些其实手机上也都可以设置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BT的地址 因为这个地址越新越多 下载速度会越快 我们这边也可以手动去添加 然后应用里面呢 首先呢 是有一个百度网盘 刚才我们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首次使用的话呢 要这个收权一下 就是相当于登录一下百度网盘了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收权码 然后收权 复制收权码 然后到这边粘贴 如果是手机上的话呢 就只能登录 不能像电脑行这么方便 好 现在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百度网盘的这个文件了 它这个界面风格呢 是跟百度网盘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使用体验可能会感觉很像 这个百度网盘啊 我们可以随便找个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 下载到一盘 然后可以上传 然后下载这边上来下载的任务 好 然后是影视仓库 影视仓库呢 这边首次使用需要去安装一下 我们点击一键部署 好 很快就部署完成了 然后点击启动服务 启动之后呢 这边现在是没有影视数据的 然后我们在影视设置里面 好 我们到这个影视设置里面 然后首先创建一个分类 电影 然后创建监听 选择电影 然后扫描方式 选择文件名吧 然后监听路径 找到我们这个路径 路径这里面是有电影的 确定 保存 好 然后扫描一下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影视列表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 好 这边它已经扫描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个 其实已经扫描出来了 但是呢 这四个呢是 它并不是视频 它是这个DUC的这个文件 这两个视频文件呢 是已经识别出来了 这个信息呢 也已经识别对了 如果有错的话 可以点击影视纠错 然后 然后输入去查询 改错 好 这就是这个影视仓库呢 稍微有点简单嘛 但是还是可以的 起码这个识别都是可以对的 时光相册呢 刚才我们在手机上看到过 这边可以预览这个图片 然后呢 可以试试这个缩率图大小 过滤这个时间 然后有一个相册设置 可以共享相册 添加相册 这个功能呢 也是稍微有点简单吧 动态预名里面呢 可以试试DDS的预名 只要我们注册并绑定了时光屋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APP 或者客户端来远程 访问我们这个时光屋里面的文件了 就算我们没有公网也可以访问 并且这个速度呢 是在每秒两到三兆 这个速度还是很好的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内置的 内网穿透了 那最新的这个时光屋呢 还增加了一个动态预名 也就是DDS服务 如果你这个网络呢 是公网 在这个DDS这个预名这边呢 你无需购买预名 可以使用DDS官方的这个预名 然后直接把你这个 你的这个公网这个IP 直接映射 就很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操作啊 我们点击这个免费申请 然后这个预名呢 就是时光屋官方的这个预名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二级的这个预名前缀 假如说是小迪 最少是六位 然后提交 提交之后呢 然后点击启用 它就会绑定 反定到我们现在这个云盘 绑定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边解析 它就已经解析到我们这个地址了 就不需要我们去预名商去 去这个解析了 更加方便 然后呢 如果你是公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地址 去访问到你这个时光屋了 然后你这个容器里面的对应的服务呢 也可以就直接访问了 加上端口就可以了 时光屋自带一个内网穿透 在升级到1.2.26这个最新版本之前呢 我们如果需要访问时光屋里的文件 只要登录APP 然后就可以访问 这个访问呢 仅限于时光屋里的文件 如果是时光屋里面的Docker服务啊 还有和时光屋一起的 同一个局域网里面的其他设备 就不能通过这样访问了 那升级到最新的这个1.2.26版本之后呢 这边增加了一个时光穿透的功能 可以点这里直接进入 也可以点击左边的应用 然后找到这个时光穿透 那这个时光穿透和之前的内网穿透 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我们通过外网访问我们的设备的话 第一呢 是需要我们有公网的IP 其次呢 还要在路由器啊 或者其他设备去设置内网 设置这个端口映射 然后呢 可能还需要去申请域名 然后需要这个CDNS的域名的映射 如果是对于小白的话 这样很麻烦 并且如果你没有公网IP的话 那更加麻烦 你需要去申请公网IP 或者自建内网穿透等等 这个小白是很难操作的 那这个时光穿透呢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只需要点击几下 就可以实现 在这个外面 随时防我们家里面的时光物啊 还有时光物里面的Docker啊 甚至是和时光物 同一个局有网的 其他的电脑啊等等 就只需要点击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首先呢点击这个我的服务 然后呢这边点击免费试用 我这边呢是因为刚才已经点过了 所以这边就是这个就是试用的套餐 那我们点击这个激活服务 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试用的套餐的 现在呢正式套餐还没有推出来 试用套餐呢是暂时是免费的 等到正式套餐出来之后呢 也有试用套餐 但是它流量是有限制的 你的流量很大 可以去购买这个付费套餐 因为这个内网穿透是对服务器要求比较高的 如果一直免费肯定是运行不下去的 那服务节点呢 我们选择一个节点 这个就根据你的运营商来选择了 如果你是哪个运营商 就选择哪个运营商 速度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这边是移动 那就选择移动 然后端孔呢提供了 默奕呢是提供了三个 可以随便选择三个 从1万到5万的端孔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 266668 好选择了三个 卡定2666冲突 这个可能就是有别人用过了 那我们换一个其他的 现在就反正了这三个端孔 然后呢需要去设置一下内网的设备 这三个端孔呢 就是我们后面设置好之后呢 就通过这三个端孔来访问内网的设备 然后内网设备呢前往设置 然后这个服务没有开 先开启服务 到最下面服务为安装 点击点击安装 点击一键部署 好安装完成 然后启动服务 服务已经启动 然后我们再回去 我的服务 前往设置 那这边呢就是 我们这个端口映射的信息了 我们先绑定服务 选择这个适用套餐 绑定 然后它自动给我们分配了一个公网的域名 这个我们连这个动态域名都不需要去设置了 到时候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只需要去输入这个域名 后面呢 加上我们要访问的这个端口就可以了 目前适用套餐呢 这个带宽呢是无限制的 端口数量是三个 然后我们内网地址呢 现在我们设置一个就可以去访问了 那举个例子吧 我们先到这个容器这边 看一下这个QB 它的后台呢是这个IP 然后50003这个端口 我们到视网川头这边设置一下 内网端口是这个 然后50003保存 然后我们试一下用这个端口去访问这个域名 然后加上26686的端口 然后我们试一下 用这个域名和这个端口去访问我们这个QB的服务 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个域名 然后加上这个端口是26686 好就可以帮到我们这个QB了 这就是这个这个内网穿透 我们我们QB的内网地址和内网端口 认识到了这个域名的这个端口 那我们访问的时候就需要输入这个域名和这个端口就可以了 如果你局域网里面有其他设备 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输入那个设备的IP和那个设备的对应的服务的端口 然后访问的时候通过这个域名和这个端口就可以访问了 那如果这个公网端口你后续如果想换的话 那首先呢需要把你这个映设给关了 然后把这个服务点击释放 然后呢到我的服务这边重新激活 然后就可以重新选这个端口了 但是呢这个端口可能被别人占用 所以你重新选的话 这个端口不一定能选到 选完之后呢重新过来设置 绑定还有设置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这个时光穿透的功能 有了这个时光穿透的功能的话呢 这个动态域名其实就不需要用了 如果你没有供IP的话 有供IP的话还是建议用这个动态域名 好这就是系统内置的这个应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容器 好玩的东西呢都在这个容器里面 系统内置的容器呢有这几个 虚拟主机是一个无版图的虚拟主机 还有一个青龙面板 这个是挂脚本的一个神器 还有这个A-List 它是一个网盘挂载的神器 然后QB-Torrent呢它是一个下载器 然后呢这个官方内置的44个容器呢 都是可以一键安装的 点击一键部署就可以安装的 然后呢如果我们想用的容器不在这里面 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安装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安装过的容器 然后呢这边是我们已经下载出来的镜像 这边呢是镜像商店 我们可以在这边搜索 然后搜索镜像下载 然后去安装 最后呢是这个容器的设置 然后这边是一个容器的特权模式 有些容器呢需要这个特权模式才能使用 就要把这边给打开 然后容器的host模式 开启host模式呢就不进行端口转发了 就直接使用这个系统的这个端口 然后上面有常用的很方便的三个功能 清理这个停用的容器 清理这个不用的这个镜像 然后清理这个停用的这个卷 我常用的是这个第三个清理停用的卷 然后我们看一下qbTorrent一键部署 好这个很快就部署完成了 部署完成之后这边这个后台的这个IP跟端口 这个本地的目录这边都已经显示出来的 然后我们点击启动 然后呢我们点击访问 可以看到就直接可以访问到了 而且他把这个qb的这个网页啊 内嵌到了一个这个windows这个窗口里面 这个这样还是挺方便的 摸了密码呢是多少我们看一下 是admin和123456 这个安装起来确实是很方便啊 而且他这个窗口感觉是像一个真的应用一样 采用的版本呢是这个4.6.2 然后时光物里面的这个硬盘呢 他如果你长时间不用 他就会自动的休眠 这个时间呢具体还不太清楚 但是大概有个十分钟吧 如果不用他就会休眠 最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TV的客户端 这个呢是这个TV客户端的这个界面啊 他需要输入这个账户来登录 但是TV的话输入账户很不方便 所以他也可以扫码 用APP直接扫码就可以登录了 登录之后呢可以选择云盘 那我们就选择我们刚才的这个小滴 好然后就进入云盘的这个界面了 这个界面呢很简洁啊 最下面是最近播放 然后影视库音乐库还有文件库 那影视库呢就是刚才我们设置的那个影视仓库 在里面可以就直接播放了 然后音乐库呢是音乐 然后文件库呢可以浏览个人的这个文件 还有公共的文件 右上角呢可以切换这个云盘 这个功能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专门用于看影视 还有听音乐的 好那以上就是时光5N3的大致功能了 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我的本意呢只是需要一台便携的额外设备来进行备粉 不过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感觉已经超出了预期 才300多的价格 但是却包含了全平台客户端 不只是用来备粉 对于轻度NAS用户的使用也是出出有余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入手一个试试 顺便让这个非旧硬盘呢也能焕发第二春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弟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